在谍战剧潜伏的众多人物中 若要探讨谁是最大的赢家 恐怕不少人一开始 都会不假思索地想到吴静忠 毕竟于泽成在工作过程中 可是帮他捞取了诸多好处与金钱 带着这些实实在在的财富 哪怕是去了台湾 想来吴静忠的日子也不会过得太差 所以很多观众自然而然地觉得 吴静忠必定是这部剧里最大的赢家了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其实未必 首先吴静忠虽说平日里阴谋诡计不少 但他说到底并非那种 真正有强大根基的大老级人物 到了台湾之后 他基本就成了个光感司令 身边除了于泽成之外 几乎再也没有其他 可供他调动的资源了 想当初在天津站 他还能作为作福 可如今到了台湾 没了那些资源的支撑 估计他也折腾不出什么大动静了 很难长久地维持以往的风光 所以把他是做最大赢家 确实不太恰当 而在我看来 潜伏这部剧里真正的最大赢家 实则是沐婉秋 也就是那个大汉奸沐连城的侄女 可以说 他才是这部电视剧中 笑到最后的那个人呢 据中沐婉秋一直生活在 大汉奸沐连城的家里 也正因如此 他幸运地躲过了 长达八年的艰苦抗战岁月 在这八年时间里 几乎没受到什么伤害 安稳地度过了那段 动荡不安的日子 这在当时的大环境下 已然是十分难得的了 而且在后续的剧情发展中 沐婉秋意外知晓了 于泽成的真实身份 按常理来说 像他这样知道了重要机密的人 对于间谍而言 那可是个不小的威胁 甚至很有可能会给 于泽成招来杀身之祸 正常情况下 是不该留着他的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于泽成却选择了放过他 不但如此 还特意把他送到了 当时最为安全的解放区 对他悉心加以保护 让他远离了危险 本以为这个角色的戏份 到这儿就该结束了 可没想到在大结局的时候 情节又有了新的转折 于泽成来到台湾 与街头人碰面后 竟然再次和沐婉秋相见了 而且此时的沐婉秋 已然成为了我党的一名卧底 更让人意外的是 于泽成与他再次见面后 两人还结为了夫妻 虽说于泽成内心深处 对他究竟有没有爱意 我们无从确切知晓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对于沐婉秋来说 这无疑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了 所以我说沐婉秋 是这部剧里的最大赢家 那可绝不是信口开河 虽说于泽成可能并不像 爱佐兰或者王翠萍那样爱他 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沐婉秋似乎根本就不在乎这一点 他曾经还对当时的王翠萍说过 他并不介意于泽成不爱自己 甚至还主动提出 愿意当小妾这样的想法呢 由此可见 能够和自己心仪的人结婚 对于沐婉秋而言 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他也算得上是在这充满变数 与危险的潜伏故事里 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圆满结局呀 对于沐婉秋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